俄官房长官加藤盛信6号表示 政府正在考虑要采取有效和强有力的措施 应对民众外出就餐时的感染风险 原旦以来日本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近几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都在3000例以上 而且约半数集中在首都圈 即东京都及其周边神奈川 其日千叶三个县 日本首相菅义伟日前召开新年记者会 认为餐饮店是导致疫情扩散的高风险地点 也是控制疫情的重点 表示将考虑在首都圈发布紧急状态